不要每次去日本韓國滑雪這麼悶 其實在法國滑雪都沒有想像中這麼貴 Ampadue West 是法國最出名的滑雪勝地 如果想在法國放一個滑雪假期 來這裡就最適合了 今晚我就會住這間Club Mac的resort 我們一起看看是怎樣 這間resort經過全新翻新 在剛剛12月中才重新開幕 先跟大家說說最關心的房價 在這裡住一晚為起二千多元 來這間Club Mac住 最重要不要介意不住貴一點 因為這裡是位於海蜜千百米的山上 有露台的話你可以看到超級美的雪景 resort是一架全包 計算起來其實挺花旋的 不如看看以下的介紹 看看房價已經包了些甚麼 入住期間會有專屬的Ski Locker 方知滑雪器材 我們住的resort是可以Ski In Ski Out的resort 所以一出來就可以立即滑雪 而最重要的是resort會提供免費的滑雪教學 更加細分了七個不同的難度 無論是新手或是有少少經驗的玩家 都有不同的小組教學 甚至連小朋友都可以免費上課 雖然是小組上課 不過這裡的教練都教得很細心 看看Model很快上手 而房價也包了Ski Lift Pass 不想完堂也可以坐雪場內六十幾條纜車 去到場內超過一百條的雪道滑雪 而這裡更加有歐洲最長的黑色雪道 足足有十六公里長 喜歡滑雪的一定可以盡興而歸 至於不會滑的也不用愁 因為resort也有免費雪地建行活動 簡單易上手 輕輕鬆鬆就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雪山美景 另外resort也可以安排雪囂犬、雪囂、滑牆扇等活動 不過就要額外收費了 玩完一輪雪地活動 中村內也有很多多元化的設施和活動 剛剛滑完雪馬上過來Jakuchi這個浸泡 真的很舒服 又有室內又泳池 每天都有Aqua Gin課程 也有瑜伽、體能訓練、日陽任玩 至於玩完整日 最關心的當然是食物 主餐廳主打自助餐 場內也有多個Live Kitchen 雖然這裡的廣間是一間全包著餐廳 但餐廳一點都不適合 因為有很多精神的食物 每餐的菜式選擇得很豐富 還天天轉款,挺有驚喜的 至於另一個餐廳採用單點的形式 提供精緻的法國料理 日陽那麼出色 加上這裡每晚都有不同主題的表演和Party 酒吧開到凌晨有得淫淫狂歡 氣氛這麼熱鬧 每晚都可以不醉無歸 這個話說假期活動這麼豐富 真是大滿足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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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末